下面请出一位同样帅哥美女 来我们掌声欢迎 韩庚和唐嫣 你好你好 咱们在那个国剧盛典上见过 这都是经常在国剧盛典上得奖的人 卢瑜你先对付帅哥 我第一次见韩哥很早很早以前了 对对没错 已经很久没有见你 来每个人来到这都会要说一说 在明星空间想跟粉丝们分享一些什么 你最想分享的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明星空间里 我觉得更多是给大家分享我最真实的生活 我的一些滴滴滴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乐趣 在这个空间里面能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是很重要 但还有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做我的纪录片 拍了有一年多 包括我怎么去准备我的专辑 准备我的演唱会 所以我会在这个明星空间里面去做一个手法 唐烟呢 唐烟我想很多人对你很感兴趣 但是今天互联网的时候 粉丝和明星之间的关系好像有很大变化 过去 拉近我们跟粉丝之间的距离 也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心情 还有生活趣事之类的 那平常粉丝的留言你都看吗 有时间就会看 你要看到你觉得有没有对你了解的让你吃惊 说哎呀他怎么知道我这个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对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了解你的一种心理状态 你比方说他们知道我喜欢吃火锅 他们就知道你今天晚上一定是吃火锅 我的天哪成大神了 他们俩的合作的大话西游 现在很多人会非常期待 这种期待会不会变成一种压力 就感觉到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担心 有刚开始我确实拒绝了这个这部电影 确实压力挺大的 因为毕竟前面有两部的大话西游 我重新再去演绎的话 我觉得给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越有这个挑战才能激励我内在的一些力量 对 我也希望说在这次大话西游里边 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至尊保护送空 那么咱们得聊点现实的 这个粉丝们也需要一些物质上的奖励 对 你们两位在这个明星空间里 给大家准备了什么礼物 福利 唐燕准备了钱 真给钱吗 唐燕介绍一下什么福利 有钱先给我 你准备了什么呀 没有 其实我准备了好多跟我有关的东西 然后我也听说如果加入到我们的明星空间里面 我们的明星空间里面有关的东西 我们的明星空间里面有关的东西